在瑞士從安德馬特到盧森的路程中 旅遊領隊介紹了這條山路 羅馬軍隊僅短暫停留 沒有駐紮久留 因為沒有發現羅馬獄場及水稻橋 所以像右手邊的朋友 右前方就可以先看到 跨越了這個溪水上方的石橋 然後形成的這種小道路 昨天践行的朋友 大概就跟我們這個践行的道路一樣 這是過去古羅馬時期所留下來的 留下來的痕跡 所以反走過必留下痕跡 這個軍隊應該是在這裡並沒有停留太久 因為我們找到的只有這樣子 小小的這種古羅馬道路 那羅馬人曾經駐紮比較久 留下來的浮站 不是山以北這裡 但是在靠近 靠近我們的法國 靠近我們的西班牙 在法國的西班牙 還是有他們的蹤跡 他們留下來一些建築技術 還有生活所使用過的痕跡 就比如說我們的歐洲人最注重乾淨的 在那個年代帝國的軍隊 所以形成了羅馬浴池 所以在歐洲的一些城市 一些城市都會發現了這個羅馬浴池 就表示駐紮在這裡的羅馬軍團 羅馬軍隊呢就駐紮時間比較長 也就是生活當中所必須 他們必須要用到的 然後又停留時間又走 他們就會因地 因時宜在哪裡 就創造出他們生活所需的 我們在有水源的地方 我們雖然是如水草而居 但如果我們不是在河流的上方 我們就不飲用河水 就一定要想辦法走到山上去 或是走到那個溪水的源頭 把水源送進城市裡面來 所以歐洲我們也聽過 有好多地方有遺留下來的水稻草 不是只有在義大利 不是只有在義大利